北都飯店 讚 都是會不一樣的菜色 對 然後還有就是比較屬於日式的買飯 就是大部分事情 然後我們一些招牌的東西 今天非常高興我們來到北都飯店來支持我們北都飯店提供的總理外代便當 那北都飯店在我們基隆市老字號的餐飲也是有飯店的部分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許多社團的聚會沒有在辦法辦 那所以我想北都飯店今天推出這樣的餐 那我還有我們浩漢藝人也特別來到這邊給他們最大的支持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現在呢我們的消費者一般都比較避免說到餐廳來沒有 那餐廳在這邊呢也近期也推出了一些外代的超餐優惠 那適應著我們端午家節的來臨 我們今年的飯店呢也首推了這個種植的研發 那造成我們民眾呢非常大的一個回購率 那也有推出我們餐廳的一些招牌的菜色的部分 像我們的北都招牌土機 還有我們的最原體最系列的商品 那近期呢也推出了非常精緻的九宮格餐盒 我們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如果有需求的話 可以來購買他們的外代餐其實還蠻好吃的 我剛剛特別看了一下香噴噴 然後非常的吸引人 那我相信那尤其是他最近推的一些餐點 餐點的部分也都還蠻有特色的 歡迎大家一起來 尖快篩 品長照 尖快篩 品雞龍 我五月初確診的時候還要插滿進去的 那我噴進去那一張鼻孔弄苗圈就可以了 剛開始我記得那個衛教所的時候 鼻孔弄兩圈會不準說那個會亂動一次 所以要插進去一點才可以 所以很多人說這個插鼻孔測試完之後 他們會有人彼此不舒服的形容 那我相信如果是照剛才通常這種做法的話 我相信對我們不論是我們工作人員或者願意來講 需要的時候他就不會有心理的負擔跟壓力 我覺得非常的感謝我們科技業的一個發展 那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看來社會主委提到 我們也有一個制度就是希望有 我們相關的工作人員 能夠時常的或者運氣的去量測是否有感染 這樣的會不會有病毒 那所以它是一個消耗品 幾乎已經快跟三餐差不多都會需要用得到 那在狀況之下 市政府即便有中央的補助 市政府自己有夠嗎 但說實話 那兩個不夠 它的不夠的需求是這樣的 差的是很多的 所以我非常感謝我們紅酒協會 在前兩個理智辦 前兩個理智商的理智商 在這邊跟我聊的時候 跟我說 孟,我們既然有什麼需求 我當時就打電話給我們出廠或學長 問他說還缺什麼 他馬上跟我說 那還是我們問就是社會機構 然後結果缺快三四七 有一天我就馬上跟人講說 我們缺要拜託一下齁 那真的很感謝諸多的三星人士 促成今天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記者黃潤生基隆報導 hospital